一块钱你买不了七亏 一块钱你买不了下葬 一块钱你啥也买不了 因为本财位通通五块钱 五块钱 挺棒 藏挺深的 钱呢 勇哥 你再宽限几天呗 今天要再不还钱 信不信老子把你给废了 勇哥 这包里我今天所有的钱都在这 你先拿去 啊 啊 你 你 想死了 你给我追 给我弄死他 这个骨头 一会儿就弄大死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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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别哭 什么 拍戏呢 你去开 我 我是 一个群演都这么这么入戏 我打进入城 是 什么人 我是路人甲 是曹军的人吧 我都行 别 大哥 道远 导演呐 看呀快看呀 哎等等 真死了 潜入批城者 死 怎么不继续装死 姐姐 我路过 哎 喂 醒醒了 这什么鬼地方啊 走 一 二 三 妈呀 川家宝显灵了 这以后就是我 通往两界的船送门了 去那边看看 无有活口 格杀无论 这位美人怎么说 也算救了我一命 大哥 快看 在这趴着呢 在他们哪儿啊 在哪儿呢 他们玩我 不好 你快去禀报主公 是 你给我搜 是 这 还是有点 隐贼受死 姑娘 你别后悔 你那箭上有毒 我帮你洗出来 你就没命了 看你衣着打扮如此怪异 并定是草满奸行 敢对我有非分之想 我现在就杀了你 小姐 别动 伤口还没好 我说了你别乱动 伤口还没好 你这可不能怪我 银贼 想欺辱我家小姐 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入大牢 先生 要不是此人乱闯 引来大小姐 估计 曹军大军都已不误服 放坏武器 好 民工那个老狐狸 不是在查 草公的内奸吗 我看 就拿你来顶包了 别别别 大哥 你先把那鞭子放下 咱有话好商量吗 我叫秦放 我就是个摆地摊的 卖货的 好一个货 说吧 是不是草满 看你来做奸戏的 草满 谁是草满啊 你还没好 不能买好 可他毕竟救过我的 我得去跟他 我说我说我说 你想让我说什么 草满是你的主公 是他指使你潜入到这里 请报 骂 要不然这样 你先把我放下来 我跟你签字画压吗 你觉得我证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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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证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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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还听你事 呃 我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啊 大哥 那这个似乎画一样 嗯 我 哎别别别别 别划别划啊 你兄弟别啊啊啊 啊 我吃你大爷呢 是 禁酒不吃是罰酒 哎别别别那个 你漏了吧大哥 住手 住手 大小姐 自负来治你 你没事 谢谢 大小姐 此人可是藏满的奸细 什么把他放了 难道 就不怕主公怪罪吗 草满之女为何救我戏 大小姐 曹子以为成朱运 比成一位在旦夕 你是为主公的嫡女 如今 需要抱一个为力不明的人 你这样做 就算主公不会怪罪 也会伤了三军箭矢的心了 为情绪 如果我能通过传送门子两级穿越 维成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个笑话 我还能报答美女的救命之人 竟不是一举两格 大小姐 我若能请批诚之围 可否让我见见主公 哼 一个来的一不明的人 还想解围 你若能解批诚之围 我为气任你伐我 好 把我包裹拿过来 一块钱你买了 这 אם 是个谁 你买了 他人就是弄怪的 有手给我出来 一块钱你买了 有手能站出来 你使什么呀 说 这叫喇叭 在我们那是用来吆喝叫卖的 吐包子 我哥 你就想凭这个东西 来解皮绳之围 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我说是他了 这叫望远镜 千里镜 数千里之外 可以看到一只蚂蚁 都清清楚楚 是这 是什么 有此神物 可隔千里关敌军动向 何愁草漫不破 走 我带你去见父亲 等等 老小姐 此人来历神秘 手中之物 更是诡异以上 绝不能让他见到主公 有此神物在说 以父亲之勇 攻破曹军指日可待 怎么 魏将军 难道不想解皮绳之围 大家就误会了 我只是心急 助公安慰而已 魏大将军不息 走 气死我 等着 等着 去 通知曹公 我会另想办法 献上吕温侯的人头 引他入城 是 先生 刚才这吕清禾和那小货郎不出 恐怕会有大患 你以为 就凭他们手中奇迹 引巧的东西 能赢得了曹公吗 批州 被围守树月 城中早已打击两军 带曹军入城 定将他们 千刀万刮 碎十万段 居然能巧思出 如此精妙之物 这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啊 曹蛮虽势大 但 我也未闻 他有此等之物啊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现代的东西 那曹蛮能有 我脑袋 拿下来给你们当球体 现代 现代又是何处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那个玩意儿送给你们了 好 给先生赐作 主公 批州如鸡 已无存粮 将士们 靠草根国父 就算有此神物 恐怕也战胜不了草军 以属下之剑 与其 城破被俘 倒不如主动求和 尚能有一些生机啊 秀的胡言 草蛮阴险狡诈 主动求和 只会引狼入室 哼 那又如何 此等局面 还不是大小姐之物 若不是大小姐不愿 与那 原种之子联姻 主公 岂会陷入着 孤立无援之境啊 谁人不知原种自己 为人仿佛 毫无信仪 倘若真有人能挤 如今替成之困境 别说是原种之情 就算他是一名乞丐 我已愿将 大小姐 要不你嫁给我 我帮你 先行作孝 大小姐此刻 还有闲心儿女情长 我愿意求和 把粮食拿出来啊 你 狗子 军师意想该如何 回主公 如今 城中人人自如下 即便我拿出万两 恐怕 也没人愿意卖粮食 主公 还是下面开城吧 请主公 打开城门 请下面开城吧 你们 哎 他们没有粮食 但是我有啊 他们没有粮食 但是我有啊 打贪 黄狗小儿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口出狂言 我这算什么狂言 主公 只要你 答应我两个条件 别说万蛋粮食 就是十万蛋粮食 我也能给你运来 好大的口气 大小姐 你刚起下这下架的事业 死子便狂言能酬粮 这所谓的 有能之事 怕不是大小姐你安排 在跟你演戏的吧 你是借口喷人 老师认为 不妨 听秦先生说说 他有什么条件 我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让他 给我和大小姐 跪下道歉 找死 放肆 怎么 在大殿之上还敢动手 还不把父亲放在眼里了吧 主公 属下并无此意 倒是此人 来历不明 蓄意宝货 恐怕 另有目的 主公 此人定是想 匡骗于你 请主公 速将此人斩杀 不用说了 我自有分段 金方 你可知 每日我大军所需 如何能保证 供应我上万大军 哎 那 这个 就是我给大军准备的粮食 荒命 此物如何可以食用 莫不是 想要细耍我的 你看 你们别看这小小的一块 就我这么大个人 吃上两块能管一天呢 不信 来 我给你拿个尝尝 你试试 那我就试试 跌着了 此物有毒 快来人将此人拿下 等等 此音 甘甜可靠 令人身心愉悦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神仙水 还有此吃食也不简单 半月食不果腹 如今终敢饱腹 谢主公 粮食之危机可解也 也不可能 哎 赏你的 你赏你一个 尝一下 父亲 先生 谁人是谁 先生 此物你上有多少 那就看 主公你想要多少 你什么意思 主公 这不可能 我看下来 就遭遇城内 泡水一月 咱可能不 没坏死便 没现实 就别张口说话 真空包装 别说泡一个月 你就是泡一年 他也泡不坏 原来如此 来人 快给先生奉上些银钱 我们随先生 去取粮 等等 除了第一个 我还有第二个条件 先生请讲 我要在他的脸上 也烙一个印 以报我被他刑罚之仇 只要答应我这第二个条件 别说是万诞 就是十万诞 我也能给你运来 先生 抱歉 我秦放从来不留隔夜 主公 此人永远险恶 只想挑过你我亲身关系 还请主公明长 主公 我等忠心耿耿 刚刚是一时延吉 从无想要 齐阮大小姐之意 他们二人和梁水 你只有一样的选择 既然没选 算了 先生且慢 以大局为重 请主公 以大局为重 二位将军 请主公 以大局为重 二位将军 请吧 三军将士性命 辟乘安危不容小觑 魏将军 请三思 侯将军 赶紧给大小姐认个错 为了活命不丢人 魏将军 不就是落个印吗 你就当是上战场 被砍了一刀 属下刚刚 抱犯了大小姐 请大小姐恕罪 魏将军 请吧 魏将军 请吧 秦先生 魏将军对你用刑 也是为了捉拿内奸所需 再说 你与小女有缘 不如 给我和小女一个面子 魏将 见识不明 擅自用刑 才惹下今日之祸 还不跪下 给先生认错 小不认 此官曹公大乌 秦先生 恕罪 大将军和大小姐的面子 我能不给你 那我派人随秦先生去 不必了 我的伙伴不想见外人 只有我一人前去 秦先生不要误会 并不是不信任你 而是酬粮之事 牵涉到我成数万人的性命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 我相信秦方 可儿 我要胡闹 我既已许诺 倘若他真的能解批成之为 带回来万诞粮食 那他便是我吕清禾的未来夫君 我自当全力只知道 但若是我自己识人不轻 遭人背叛 我愿意接受军阀处 以密审三军 罢了 秦方 我且信你一回 万诞粮食 需要多久放到备齐 那就看主公 什么时候能备齐 千两黄金 或者是跟千两黄金 相等价值的货物 如果有 我一天之内就可以拿过来 看在和尔的面上 我信你 不过 本府越是拮据 拿不出这 价值千金的同期欲绝 那你有多少 你就拿多少吧 来人 带先生 去我的库房 多谢岳父大人 别担心 我不会让你 有幸运之威 结果啊 结果 人呢 放屁 其放 还能是仙人不成 飞天遁地 你们两个胡说八道的东西 下去 二十军兆 是 卢将军 那霍狼若真是掉进了酒魂斗 必定是九死一生魂费魄散 可他说我没掉进去 反而带来了粮食 必定会受到吕温侯的重视 以后再想杀他 那可就更难了 卫将军的意思是 今日那小子如此羞辱你我 吕温侯却不管不问 如此软弱之人 还值得你我教终你 傻说 曹公在城中已布局许久 只要我们配合曹公 取下吕温侯的人 高官后目 便是指日可待 侯将军 以下如何 当真 只要侯将军听我安排 必定轻时留名 明日我等便动手 先杀吕温侯 至于那个火狼 以后 还不是任由你我宰哥 好 这就行了 陈兄弟你厉害了 然后要是有了那些宝宝 你全部送到我这儿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加价 陈兄弟 你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啊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四个三 齐帕 按住他 等等 陈兄 你想不想翻谁 齐帕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 啊 我手下十几个兄弟 需要翻什么神 啊 难怪你只是 永远当小混 找死 打开看看 这里面是一百万 只要你在一个小时内买齐这张单子上所有东西 父亲 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放哥背话 啊 坐 主公 大事不好 曹蛮来人在城下叫嚣 说 说呀 说谁能取得主公首级就少黄金万两 还封万户侯 曹贼 封万户侯 竟如此张狂 车有那霍狼的消息 并没有看到霍狼 如今 英零城下 那万弹粮食又未抵达 这该如何是好啊 超级重将 出城看看 是 不用了 来的正好 快随我出城御官 李温宏 来的正好 快随我出城御官 李温宏 你们 你们真的想造反吗 造反 我们打仗不非为了天保肚子 现在饿着肚子 谁还会为你埋命 没想到我李温宏的兵 竟然因为吃不饱肚子而烦我 王宏 你难道不知道 德道多主 十道广 我让你忠心刚刚 却让我给一个霍狼下来 我能转头曹贾 又有什么错 如今大势已去 还要赶快束手就擒 否则 这大小姐的命 可又没了 不是狗贼还在狡辩 父亲 别管我 你一定要取这狗贼性命 大小姐脾气还如此刚烈 放心 等你成了阶下球 自然会有男人 我和你 侯称 要该伤玩 我定要将你罪食万段 那既然如此 杀吕温侯 风万户侯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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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什么 来了个巨兽 城中来了个巨兽 巨兽 那巨兽 有可能是秦先生 运良之牲畜啊 没错 侯称 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 嗯 如今大局已定 巨兽定是 我们的城外人马 为了让你们能死个明白 就让你们出去看看 怎么压过去 是 走 快走 你去给曹公传递消息 说城内大局已定 是 这儿有一个 竟然你招来如此举手 启发你到底是何人 当然是来给你们送粮食的 就要狂骗于我 你说里有巨兽 哪里有粮食啊 跟我来 走 走 各位将士 如今粮食已到 难道你们还要跟着侯城叛主吗 立刻将子贼抓住 把王 既王不救 哈哈哈哈 陈公 如今 大局已定 豪宫答应 优待我的 何患无量啊 一条波也没有用 这些东西啊 可香得很 要不尝一尝 不饿吗 我放下 不要吃 狗贼 拿命来 鱼文猴 你以为你这样就赢了吗 我们的人马到了 鱼文猴 你以为你这样就赢了吗 我们的人到了 贵将军 兄弟们都能吃饱喝足了 你还要反吗 你先来吃 请主公赎罪 好 把这样子拖下去 是 我来晚了 没关系 这个 好吃吗 小子 换我好事 你等着 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验他披周一跃有余 他怎么可能还有粮呢 据说 是个叫秦放的货狼 一夜之子 就拿出了万诞粮食 这你也信 一个货狼 怎么可能会有万诞粮食 跟我去查 绝地三尺 要给我查出来 究竟是谁 去给 贵迹传信 让那个秦放归相拥 如若不然 杀了 吃啊 秦兄弟 这次多亏了你 我敬你一杯 来来来 喝 是啊 秦兄弟 这泡面 火腿肠 简直是美味至极啊 来 我也敬你 那 我和大小姐的婚事 自动守约 我 是啊 那元种 乃是汝南第一大势力 比之曹蛮更甚 如若发怒和曹军联手了 我等可有生怒啊 况且 这秦放 这秦放 只是区区一介货郎 如何能娶大小姐 请主攻三尺 那这么说 各位是想 破河拆桥了 哎 秦兄弟 看你这话说的 哈哈哈哈 我的夫君 只能是秦 我的夫君 只能是秦放 父亲 秦放 未放弃 我等于危难之中 我们又岂能 背信弃 嫁给他 我心甘情愿 大小姐 众将是所言 也并非没有道理 可元种因此发难 医生 定是两面受敌 除非 秦先生有办法 能击退曹军 还请主攻明简 欠我因为大小姐的 一时私情 祸继三军呢 请主攻三尺 秦放 非我不愿 你看如今这情形 要不 你跟和尔的婚事 就算了吧 是我 能帮你击退曹军呢 你是否能不再食言 将大小姐 许配给我 媳妇 你不要逞一时之气 凭你一人 如何能击退曹军 凭我一人 确实不行 大小姐 可愿助我 你要我如何做 你能调动三千兵马吗 可以 莫非 你想靠着三千兵马 对抗曹军十万 莫非 你想靠着三千兵马 对抗曹军十万 这未免 也太吃人说梦了吧 我早就说过 只要有钱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什么车马 兵器 粮食 我都给你们弄来 三日后 我一定还你一个 精兵强将 此话当真 君无戏言 那就 那就请大将军 放点血吧 哎呀 先生啊 你说的那些东西 实在太过贵重 我确实没有 这是夫人的一些 金银首饰 你先拿着 没关系 值钱就行 先生 将军你脸这是 哦 不妨识 女人嘛 难免小鹿鸡 先生 你的兵器护甲 来路当真可靠 这 可是我千辛万苦 从夫人那里 抢夺过来的呀 将军 我办事 你就放心吧 旷 我也是为了你的 长远大吉 先生 这真的可是我 最后的家庭 可否 我 我可是为了你的 千秋大吉 将军 你没听说 苦在当下 力在千秋吗 相信 这将是你做过 最明智的选择 抱歉 没张眼啊 秦凤 你怎么在这 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癌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 我告诉你 再纠缠我就报警了 跟踪你 徐娇娇 你别太当回事 现在我多看你一眼 我都觉得脏 你 这个就是你说的摆地摊 供你上大学的傻子 周绍 你别误会 当初是他自己主动的 我没有主动 跟他要过一分钱 原来你是这么像人 都怪我当初眼瞎 把垃圾当成本 周绍 他骂我 我而是喜欢你 嚣张的样子 笑一个 他现在是我的女 要骂也是我骂 辱不到你 你想怎么样 抱歉 晚安 这个人手脚不干净 偷偷的不好 搜大身 不合适吧 不合适 干不了 那我得跟你们 金总好好说说 你这工作也别干了 你不会觉得有钱 就能为所欲为了 不然呢 就是这样 但是你挺得不到 因为你没钱 我想怎么捏死你都可 那 你恐怕要失望了 都这时候了 你还装什么装啊 保安快搜他 既然这样的话 两位请出去 你说什么 他可是周氏集团继承人 你敢让我们走 因为 他是我金猫的命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劝你不要强出头 他是你惹不起的人 闭嘴 得罪的金总就是得罪的云城首富 不认识金总 就闭嘴 想死的别带着我 怎么可能啊 他不过是个摆地摊的穷货 连五千块都拿不出 怎么可能认识什么首富 既然是金总的朋友 刚才多有得罪 我先告辞 等等 周上 别忘了你扔到垃圾桶里的手表 哎 对了 手表既然是垃圾 人也应该是垃圾 是不是也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带走 其妄 别给脸不要脸 小心玩脱了 金总 既然秦兄弟说了 那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吧 周上 请吧 我是周氏集团的继承人 我看谁敢动我 松开我 你们疯了吗 我是周上 周上 你们敢动我 都活腻了吗 好 我记住你们了 记住了 都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等着 陈老弟 你可真有本事啊 这回呢 又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好宝贝 可了吧 喝口水 谢谢 以后啊 我们俩要多多合作 对 对 这根本就不是东汉时期的东西 老庄 你说这全部都是雁品 根本就不是东汉时期的东西 你说这都是雁品 这个 还有这个 它要比东汉时期的更早 咱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 我 这些东西 全卖了 是多少钱 五千万 五亿啊 金总 你只要帮我买了 价格起 卖 这不是害我 我再给你了 要是老定 谁能搞定啊 博学 曹满叫你来作甚 谁说 陈廷文将军府上有一货郎 甚是有据 我家主公 想邀旗前往一界 只要将军肯将此人交出 我等 即刻退避 曹满此人 生性狡诈奸华 他的话 可信 信与不信 全在将军 不过我家主公还有一子 若是明日还不见的货郎 我曹军必将全力一尽 势必拿下批中 可令下去 召集中将 是 军师以为 郭寻所言 是否可能 在下认为 不可轻信 但 也不得不防 你说重点 若是明日 这秦放 真的能带回 三千重甲的盔甲兵器 那这曹满 倒不服 可若是带不回 又没说到重点 主公 那秦放所言 本就是天防野坛 如今 朝军愿意退上 这是既不可施啊 但是这么做 有为道理 那 等秦放回来之后 不如先委屈将其关押 且看 形势如何 别叫 是我 现在府中 到处都是军师的人 他们想把你送入曹营 换曹满退兵 所以你赶快 李将军府越远越好 听清楚了没有 我听清楚了 但我不会疼 我还要娶你 都这般时候了 你竟然还想着这些事 倘若你落入曹满手中 又会九死一生的 你放心 我自有分析 不过 曹满既然这么了解 我的消息 城中定然有他的迁徙 昨天谁说 要把我叫出去 是未尽 我这就去杀了他 既然曹满想见我 这秦放 怎么还没回来 报 报告主公 秦先生他 他什么他 快说 秦先生留下一个锦囊 和大小姐直接出城 去了草野 还说什么了 说是主公若想见 批同之围 按进行事 这卫时都过了 那吕温侯 怎么还不把人送 买不成那秦放 真能凑齐三千中奖 绝无可能 这秦放再有能力 军饷和粮食 能可同日而已 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不能落在 吕温侯的手里 吕温侯他要做不了决定 咱们逼着他做决定 传令下去 功成 报告主公 一名自称是 秦放的怪异人士 求见 没想到这个秦放啊 这是实时务 来 快快请进来 这人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 可以宰他一把 此人果然非同凡响 先生 久仰 久仰啊 久仰 我更是久仰 既然先生主动到了 我的大帐里头来 就已然知道某的心意 某绝对不会亏的 曹公 我今日前来 是想让你退兵 曹公 我今日前来 是想让你 退兵 退兵 你怕是在说笑吧 我们曹君有十万精兵 对方只有一万 你让我们退兵 我说你们这些人 打打杀杀 不知道什么叫 和气生财吗 再说了曹公 我可得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不退兵 全军覆没了 可别后悔 徐方 你莫白日做梦了 我们的兵力是他的十倍 更何况 我们就算兵力相当 我们军兵强马壮 装备精良 他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装备精良 就这 就这 在我的眼里 都是垃圾 放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侮辱我们曹君 恕我直言 我只是实话实说 要不这样吧 你们给我 道个歉 你真是嘴硬 那你把你的兵器拿来 我们俩比试一下 你若输了 我当早宰了你 不可 诗人皆知 曹君装备精良 不能和他硬来 放心 那你要是输了 怎么办 你想怎么样 我要曹君退兵 我就是想见识见识 我们秦先生 您的神兵力气 来 这是我们的宝剑 萧铁如泥 三剑之内被破解 对 这就是大师打造的宝剑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的兵器 有没有他的嘴硬 等厄来将军一剑 斩了他的头颅 我看他的嘴还硬不硬 无非就是一个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 小货狼 能拿出什么货子 就你这些 你送我我都不要 你既然看不起我的兵器 你把你的兵器 晾出来给我看看 莫非你没有 太怕了吧 我没有兵器 但我有武器 武器 什么武器 我看你今天 是拿命来和爷爷玩的吧 秦先生啊 如果你想加入我军 大可是说呀 何必拐弯莫巧啊 你们就是土包子 没见识 连武器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的嘴是真够硬的 但是我要看看 是你的头硬 还是这个石头硬 这宝剑 竟能如此轻易 破开金石 果然不愧是 大师所助神剑啊 这小小货狼 小死 怪不得别人呐 我已经想象到 他被劈成两半的样子了 秦放 你上来受死 咬 地上的是 恶来将军的宝剑 我不信 这定然是那货狼 使得诡计 这巨子竟如此风链 小意思了 这在我们那儿 是拿来去墓的 怎么可能 恶来 不要比了 行 不比也行 那请曹公退兵吧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要退兵啊 曹蛮 你枉为三军主帅 怎么如此反复无常 刚才我家主公 只是让恶来将军 比试 却未曾 应成退兵 看来你是想不讲武德啊 我手握重兵 马上就兵临城下了 今日就可以拿下批城 你说我不讲武德 秦先生 我呢 向来欺财 如果你今日能够归顺于我 他日荣华不贵 你向日不尽 不若不然 今日便是你的死机呀 说实话 你这些条件 真的很诱人 不过我这个人 向来喜欢荣华富贵 自己正 还有 我也舍不得 我的福 哎呀呀呀呀呀呀 那便留不得你了 刀斧手出力 秦方 我们主公西财 你别不知好歹 何来将军 不是我说大话 我这一锯子下去 你这双腿和这刀斧 可能就一起没了 哎呦 秦先生 你不要忘了 你只有一个人 一把锯子 而我们有这么多人 你又如何忙得过来呀 哈哈哈哈 小子 你受死吧 等等 你们看看 这是谁 我耳朵 主公 那是天雷 幽术啊 啊 你说什么 那是幽术 你说什么 曹门 你还要给我降吗 啊 也有可能是法术啊 秦先生 老夫的眼光向来是不错的 不知道秦先生 还愿不愿意加入我们阵营啊 曹门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想着招揽人才 不愧是你啊 哎呀 多谢秦先生的夸奖 就算你这个掌心雷在里 从天而降 我手中可有十万人吧 你这掌心雷 你就是精疲力竭 也诈不完呢 你这儿还有十万人 那你偷偷派出去 剿灭我岳父 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军队 是哪里来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们曹家参战的消息 以曹公的性格 断然是不可能轻易退兵的 你肯定是想拖住我们 偷偷地派兵 攻打批城 才是你的幸福 曹蛮 你背心弃义 无耻至极 先生果然是料事如臣啊 不过先生 可有何宪法 能够以一当十 用你的一万人马 来抵挡我十万大军呢 只要秦先生 愿意加入我曹军 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和美人环绕 何乐而不为啊 你如果不说美人环绕 我可就心动了 你当着我老婆的面 给我说美人 那就叔叔咳人 审神不能忍了 真的吗 真的 秦先生可不是说笑了吧 就算你手中的掌心雷再多 他能阻挡一个 十万人的战局吗 我早都说过了 这锯子还有那掌心雷 都是我们小孩的玩具 火箭炮听过没有 加特林听过没有 东风导弹 这个我没有啊 那就更留不得你了 弓箭手 准备 先生 先生 你奇音技巧甚多 不过你能否在摆布之内 与我的弓箭手 笑谈风云呢 啊 老曹 你不地道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这曹公的身体如何呢 来来来来来来 保护主公 保护主公 快快 请放 从什么曹军大营 我这里士兵无穷无尽 你先要张狂 报 中共 我军刚至城下 便遭批军突袭 十万大军 死伤过半呢 那吕文侯率兵正前来共赢 中共还请送送撤离 这怎么可能 吕文侯只有一万兵马 自责他全部出击 看看抵抗 怎能反败我军呢 你去 并会有一万 我有一万 那有多少啊 只有三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三千人马 怎么能抵抗我十万大军 就算是你拿那个锯子来切萝卜 他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切完呢 那吕文侯与那军师 武器怪异 可一一笛前 我军实在是不堪一击 听他们说 叫 叫什么 我先跑加特林 原来是你 是你故意在拖延时间 我可没想那么多 好 曹某 人在了 赶日再战 撤 等等 怎么了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聊聊 赔偿的事情 你们只有两个人 你居然敢留下我们这么多人吗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火箭炮 是什么诬陷的 哦 来 那你可以弹它吗 一万 黄金 你 你这无耻见伤 一万两黄金 你何不去抢啊 哎 这才哪到哪啊 曹公 你派兵攻打批城 那批城百姓 还有我 那多惨啊 那多惨多惨啊 先生 您是能拿得出一万多大粮食的人呢 您怎么可能会惨呢 那 那我是老婆本 我都掏出来了 那也用不了一万黄金啊 对啊 啊 对 是要不了 你想想 还有吕温侯呢 那他派兵过来攻打 是不是也很累啊 我在他眼皮子底下做生意 不得 意思意思 你这 再说了 曹公 你这 万金之躯啊 还不值得一万两 啊 呛次多礼 给不给啊 给给 给 三日之内 一万两黄金就送到你府上 就当是给你新婚的贺礼了 走 哎 又怎么了 我新婚你都知道 看来你的内应很给力啊 行 这贺礼我收下了 至于你的人 也给你 是你的人 你爱怎么处置就这么处置 等等 又怎么了 听说 您还有一匹 赤兔马 我夫人呢 她又是极为爱马之人 这匹马 你 你得腾进尺了 给你 大气 多谢曹公 曹满狗贼 你给我出来 这回看你还能奈我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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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满人呢 给了一万两赎金 被我放走了 放走了 嗯 放走了 如此天赐良计 你为了万两银钱 就放开我曹满 闲蜘蛆呀 付钱 是一万两黄金 一万两黄金 不过 这次放跑了曹满 下次再杀他 就能喝 哎呀 我说大将军 我知道你英语不过人 今天你要是把曹满杀了 明天他带大军反扑过来 你能打得过吗 大不了 我再招兵买马 获冲军备 啊 然后战士再起 生灵涂炭 无数人都战死沙场 是你想看到的吗 再说你 你还有钱吗 这就对了吗 曹满放走了 这一万两黄金 我爸 你二 用钱来冲你的军饷 此技甚妙 不过 贤逊 为何是你八五二啊 最少五五啊 我七 你三 你不同意 你就赶紧追上去 反正还没跑远 贤逊 我同意 我同意 哎呀 今日终于大破曹军 我们回城去 大白夜宴 痛饮一番 还有一件事 魏姬 你个狗贼 居然肯背叛于我 主公这是何意 属下不懂 秦放已经告诉我了 你就是曹满 放在我身边的那个奸细 冤枉主公 主公明鉴 主公带我安肿入山 属下一支 忠心耿耿 分明是秦放 还公保死守污蔑于我 到如此时候了 你竟还胡乱叛成 大小姐 你之前 反对你们的婚事 也是为了主公 你不能因为心仪此人 就如此偏颇 你 你胡说 主公 你如此平心谗言 就不罢了将士们的亲吗 今后 谁人还敢直言 魏将军 你知道你的身份 是怎么被识破的吗 你的主公 曹满 跪在我面前 亲口告诉我 主公怎么可能向你下跪 好你个魏姬 真当我是傻子 来人 把他拖下去 砍了 是 李温侯 你是个盲夫 你是斗不过曹公的 我在下面等着你 我等着你 哈哈哈哈 岂有此理 哼 秦放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然 我还要被蒙在脑里 那 我和大小姐的婚事 好 那 吴日后 打会 主公 现如今 魏姬已被那吕文侯 解责了 日后恐怕很难再探得 那吕文侯的动向 魏姬他就是个蠢货 这次这么重要的消息 都没打得到 让我如此狼狈 留在身边 有何用 主公 是打业在这儿 比那吕文侯 和平共处 怎么说呢 你此次前去 不仅要带万两黄金 还有赤兔马 再把宫里的那些宫里 都搞一些 送给那个货郎 这个吕文侯 一介盲夫 一时得势 不足微距 但这个货郎 就千万不能留在 吕文侯的身边 是 回来 哈哈哈哈 再把传言 传给汝南的原种 此人在汝南 势力庞大 盘根错节 平时又好大喜功 最好的就是脸面 就把吕文侯 毁约架里的事 传给他 这吕文侯 把他按捺得住 哈哈哈哈 是 快去 哎呀 危机这宅子 真不错 亲兄 你可真有本事 除掉危机之后 主公把这宅子 赐给了你 不仅赚了万两黄金 还娶了大小姐为妻 我这可都是凭实力 是 对了 亲兄 这大魂将至 你可备好聘礼 聘礼 你可别说 你一点没准备 我可跟你说 这大小姐的婚礼 聘礼可马虎不得呀 我若是没准备呢 哎呀 你糊涂呀 秦兄 那汝南原家 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你可得赶紧想办法 看来 必须没去一趟 急禀陈先生 秦先生 曹门送来的新婚贺礼已到 定是我的黄金万两到了 快运进来 不用运 他们自己走进来了 要不您先来院里看一眼呢 秦先生 除了万两黄金和这门外的赤兔之外 我家主公专程为你挑选了三位家人 娇美颜 娇娇美美严严 一并赠予秦先生 秦兄 是火非福啊 不行 不行 我对大小姐的珍惜 日月可见 你赶紧赶紧带走 秦先生 这是曹公的一片心意 好 曹公既然把他们三个送给我 那他们的一切都属于我吧 那是自然 好 那还愣着干嘛 你们三个收拾一切的行能 等我进屋吧 秦兄 万万不可呀 大小姐马上就要过门 你不能做糊涂事 放屁 忙你去 我在里面等你们 赶紧进来啊 秦兄 愣着干嘛 赶紧的 血气方刚 大小姐 刚刚曹曼送来赎金 还给那秦芳 送了三名角色女子 那只不过是曹曼的阴谋 我相信秦芳 她不是那等好色之徒 那你可就看错她了 她把人全都收了 太漂亮了 快让我看看 秦先生 太舒服了 秦先生您轻点 哎呀 我的衣服 秦芳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来来来 曹曼给了咱 一万两黄金不说 他送的人身上 还有这么多秦云珠 你看这个 这一看就是皇宫出品啊 白给啊 这首日 这天花 这要是放在现代 可比吕温侯那些 破通烂铁之前多了 你把他们换进来 就为了这些 不然呢 老婆 吃醋了 我没有 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 I love you 不不不不 我钟情于你 还有外人在 我一会儿 我这就让他们走 娇娇斗胆 又一事相告 只求秦先生收留 秦先生 我被送来之前 无意听到曹公 已派人去给汝南的原家 送去了您大婚的妖锦函 还听到了 有关川国玉玺的信息 川国玉玺 川国玉玺 是否为真 我既已说出此事 就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即使侥幸不死 也如扶贫一般 将会被辗转 送到各位贵人手中 先生归为商国 却品行高尚 我等 愿留在此处 即使为奴为婢 也心甘情愿 只求 秦先生垂帘 求秦先生垂帘 这 行了 你们也本都是 身不由己的可怜人 那就留在秦府 做丫头吗 我 夫人都发话了 那你们就留下吧 谢谢秦先生 你们先下去吧 你 你这样看着我作何 别动手动脚的 我们还没成功呢 对了 你一直换我老婆 是什么意思呀 老婆老婆 始于月老 终于梦活 黄泉必落 生死相遂 我们还没成功呢 不可以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等不了那一两天了 等不了那一两天了 先生不要 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四分之情 不可以 好吧 那就等洞房花猪叶之后 再说吧 你能先放开我吗 对了 聘礼之事 莫要勉强 那可不行 你说我老婆 你值得全天下最好的 万一那元要他过来 捣乱 我也得提前做个准备 对吗 玉玺而已 也就洪洪古人 真敢带来 老子绝对让他见识见识 科技于狠博 可那元家 乃当时的第一好门 你一个人 又怎么能与之争斗 老婆 相信我 总有一天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好 我相信你 不管你是谁 你永远都是我的父亲 感谢诸位 感谢诸位来参加我儿婚礼 我敬大家一杯 来 岳父大人 元要 岳父大人 别来无恙 元要 岳父大人 别来无恙 你怎么来了 怎么 岳父大人不欢迎了 贤侄啊 我只是没想到 你会突然前来 我若是不来 又怎知你吕温侯 竟敢善悔婚约 用一个小小货郎 打我元氏的脸 你就不怕我百万大军 踏平你皮州吗 我劝你识相 元氏子 这可是我的地方 请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李温侯 我叫你一声岳父是台俊 你只不过是个 不大不小的诸侯 有多少势力 想巴结我辱 要不是看你女儿 有起闻姿色 你以为闻得到你 你 主公 李将军 李将军 今日大起之日 嫁女 怎么没有通知曹某 好歹曹某 也是送了万斤 还有这个 赤兔马 赤兔马 世子 你也在 我是来看看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敢跟我元氧强女人 我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世子大财 大财大财 谁在放屁啊 简直是臭不可闻 你又是何人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在下秦放 清和的夫君 简直是臭不可闻 你又是何人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在下秦放 清和的夫君 大胆 此人竟然与姓周的 长得一模一样 不行 得试他一试 周少 你怎么来了 什么周少 满口胡言乱语的 不是 你一个无权无事的 小小货王 凭什么跟我结利 我是没有权势 不过我有钱 我头一次听见 有人在我汝南原氏面前 比财力 我原氏取妻 聘礼百胎 你凭什么跟我比啊 啊 外面的东西是你的吧 不好意思 刚才开车全给你 你说什么 不好了少主 一只巨兽 掀翻了我们的聘礼 聘礼都被毁了 你怎么现在才说 我们的人都 都被巨兽震慑了 贪软难行 属下也是刚刚才 要你何用 李温侯 我不远千里 前来旅行婚约 你任由这样 萧小 侮辱我原始 就不怕与我原始交恶吗 就你拿着的那些垃圾 也好意思当聘礼 我那些聘礼 放在圣经 也是颇为贵重 其中十匹赎紧 更是千金难求 你这小小货郎 只会成口舌只快 难不成 你还能拿出价值 更胜的聘礼吗 怎么不能 难不成 你还能拿出价值 更胜的聘礼 怎么不能 秦先生聘礼 十密百担 十密乃西域公平 历来西生 这货郎什么来的 随随便便就搞个几百担 赎紧千匹 赎紧 寸紧寸金的 极为难得 非公卿所不能得 这 竟然有千匹 金盐万金 天哪 金盐 我等历朝历代 只见过粗眼 何曾有个金盐呢 这可是天下难得 千金万金 所不能比的呀 嘿嘿 贤婿 这些 当真全是聘礼 当真 我老婆自然是 值得最 我老婆自然是 值得最好 这不可能 这小小货郎 为了哗众取宠 竟编出如此谎言 简直不可理喻 你不信啊 那你自己去看看吗 啊 属下一件事 确有此物 滚 秦老板 果然是 深藏不漏啊 曹公 你不派人出去看看 怎么知道是真实 哎呀呀呀呀呀呀 秦老板 这是哪里的话 你看 在这将军的 大殿之上 所有的 世俗名望之前 说出这样的话来 如果还有人怀疑 那必定是 存笨 愚钝之人 特别是秦老板 有如此的实力 居然还能够 以小小破浪 骗得我好苦啊 哪里哪里 我这个人从来不骗人 我只说实话 对 实话 实话 就算你有这些 有何用 我坐拥 元氏百万大军 掌管一方权势 你拿什么跟我比 原钥匙吧 今天这在座的诸位 可都是名门妄宝 你这随意就带领 十万大军开阀 你是专门想恐吓我 还是想恐吓在座的诸位呢 休得挑拨离间 你这货马 信口开河 简直找死 今日你与吕问侯 羞辱于我 我派大军前来 争讨 合情合理 再说 在座各位 不过是乌合之众 你们各自兵力 加起来可有五千 在座各位 不过是乌合之众 你们各自兵力 加起来可有五千 大家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哈 看不起大家 侮辱大家 是又如何 所以啊各位 打铁还需自身影 装备 落后就会挨打的 为此 我向在座的诸位保证 只要你们跟我一起 对抗原家 我所有的军器装备 一律给你们打折 如果钱不够 可以赦账 那秦先生所说的 可是三千破十万的 神奇重甲装备 正是 此番前来 正为此事啊 我等 愿意相助秦先生 你们这些蠢货 不怕我 十万大军吗 好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带我一个呀 曹蛮 你敢背叛我 世子 你我并没有盟约 何来背叛一说吗 哈 哈 谢老板 不如我们 摒弃前前 嗯 可以啊 曹老板 只要你有钱 咱们一切都好 好 好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奸诈小人 来人 传信于汝南 派百万大军前来 讨伐不臣 来人 传信于汝南 派百万大军前来 讨伐不臣 少主 莫要冲动 秦先生 好手段 好口才 不是你要是谁呀 怎么一个个 跟葫芦娃 舅爷爷一样 一个一个来 烦不烦呢 咱下艳相 秦先生 如此大才 为何 不归顺我家主公呢 我家主公 才是 天将之才 我家主公 也顺应天意 得到传国玉玺 登基称帝 天子如今尚在 儿等 休得胡言 如今皇室 不过是 乱世称席 从未得到过 传国玉玺 而我家主公 截然不同 你得传国玉玺 这 才是正道 儿等 难道连天命 也要为你吗 你 秦先生 没有选择 我就是一个 小小的货郎 一臭万年的事 我可不干 既然如此 那便留不得你了 吕将军 这是印有 传国玉玺的圣旨 只要你归顺我家主公 统领三军 升官奉鲁 尽你所有 此言当真 当真 不过有个条件 你得杀了这货郎 此言当真 当真 不过有个条件 你得杀了这货郎 等等 你说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呀 你有种你拿出来 给我们大家看看 就是 谁知道你的玉玺 是不是真的 传国玉玺 还能有假 传国玉玺 怎么就没有假 你说你有传国玉玺 那我说我也有传国玉玺 你有种你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传国玉玺 事关重大 岂能而信 那你就拿出来呀 此等贵重物品 怎会随身写的 这货郎 简直是虎脚蛮缠 哎 我怎么听说 你们这次带来了 曹玛 你算计我 哎 不管你信不信 此事 并对我说 你以为我会信你们 既然你们要看 我成全你们 我父王已有 加盖玉玺的 受风昭告 你们若是敢抢玉玺 我必毁之 来人 竟然 真的是玉玺 原来 这就是传国玉玺啊 巧了 我好像 我好像正好 也有一个 原来 这就是传国玉玺啊 我好像 也有一个 修得信口开河 此乃天命所归 世间绝无仅有 你若是能拿出来 我双膝跪地 把这玉玺送给你 这可是你说的 你若是拿不出 就是犹辱天命 当千刀万剐 贤侄 一时戏言 何必当真 戏言 我乌乃天命 侮辱我就是侮辱上天 好 既然咱们的赌约这么大 你能否让我仔细观察观察 可以吗 可以 搞定 看这次我玩死你 装神弄鬼 是不是装神弄鬼 待会儿你知道 少废话 金方 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 就拿出来 你要是拿不来 你就死定了 等等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 我拿出一块 你就要向我下跪 那我要是拿出好多块 你不得在这给我跪到死啊 你要拿出好多块 我便自费双腿 这可是你说的 今天这腿是保不住的 李大小姐果然是阴姿撒爽 等我娶你回来好好疼爱一番 腿都要被打折了 还敢再次大放厥词 呈上来 你不会告诉我你这些都是真的吧 你以为传公寓喜是大白菜 你说拿几个就拿几个 那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 胡说八道 看我不拔了你舌头 看我不拔了你舌头 不可能 穿过玉玉器 世间独有 你怎么会 这什么 这是它 洗物是做何用的呀 此物叫三地打印机 能复制万物 如果原要他要拿玉玉器来压我们 我就让他见识见识 科技的力量 这两门玉玉器不差分毫 竟是难以分清啊 但是传过玉玉 世间仅有一倍 不可能 那么袁公子手中的玉玉 难道 我的事 袁耀 我看你这双头 你怕是放不住我 我原要手握百万大群 我今天就要从这儿 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啊 我不动 但是我也能让你下顿 你心吗 狗出狂言 我今天必须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快上手 卧槽 我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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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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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他死 神经病 神经病 那货狼来路不明 又有如此神奇 不可正面强不明 只要再想其他办法 靠近 玉玺也落在他手中 这 徐徐不知啊 你要帮我抓住那个货狼 我要把他 神都 我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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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来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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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上回不是说洞房花烛烟之后 就就就就那什么吗 是 但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啊 不是啊 人生三极洞房最急啊 有声明天再说吧 不行 啊 清风 你到底来自于何处 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神奇之物 根本就是闻所未闻 老婆 你相信我吗 但 你每次消失以后 根本就毫无踪迹 我怕 这个 戒指 在我们那儿 只要夫妻结婚 都会戴这个 戴上这个以后 我去哪儿 你就只能跟我去哪儿 再也逃不掉了 好看吗 以后 不论你去哪里 刀伤火爱 我都陪你 老婆 春宵一刻之前起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哎呀 哎呀 贤婿 我回去想了想 昨日我们得罪了元耀 他肯定不会善罢干凶 如果元种前来 那些士族可都是墙头草 靠不住 那你去招兵买马呀 你来找我干嘛 我倒是想呢 不过 我这不是手都紧吗 贤婿 你看啊 咱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可否 不可 我这不是手头紧吗 贤婿 咱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可否 不可 岳父大人 亲兄弟还明算账 更何况您贵为一方诸侯 万万不可有这种懈怠之心啊 这样吧 嗯 我的东西 都给你八折 这 也行 不过 我还是囊中羞涩 我说岳父大人 你就是缺少一双会发现的眼睛 这机会不就摆在你面前了吗 你就别绕来绕去的 有话直说 那元药 他不是说他是汝南世家吗 不是家里有矿吗 你的意思是我们扣下元药 嗯 还不可不可 那元药虽然嚣张跋扈 却并没有任何过分之举 我怎么着也是堂堂一方诸侯 做下此等事情 岂不为世人唾骂 你呀 你就是死脑筋 他虽然现在没有做过分之举 不代表他接下来还忍得住啊 什么意思 你想想 他现在双腿已经被废 还丢了传国玉玺 以他那销伤跋扈的性格 他忍得住吗 但是他身边那个不是 看着多有成福 应该不会那么轻易上当吧 再有成福 那他保护少主不力 丢了传国玉玺 他若不做点什么 那元药能放过他吗 严玺 严玺 愿门起下 元药现在最痛恨的就是我 如果你我之间产生了间隙 失去了将军府的庇护 那他一定会动手 嗯 你要啊 如果你我之间产生了间隙 失去了将军府的庇护 那他一定会动手 妙啊 不可不可不可 我素来于元荣相安无事 这样请不更给了他发兵的理由 哎 你觉得现在这样了他还能放过你吗 只有你把他儿子拿下 他才会有所记忆的 不敢出兵 对 就这么干 元荣这老匹夫欺人太深 曾强定叫我儿婚时 还上门挑剂 这下我们扣下元药 投鼠忌器 这下不忍也得给我忍 赎金五五分 我二家 啊 这你要分 哎 你们别跑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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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跑啊 哎 今天晚上我抓到谁谁就是我的心肝小宝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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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了 今天晚上 嗯 就你了 哎 有点要急 我先上个茅厕 你先去床上等我啊 哎 哎呦 美儿我去去就回来啊 我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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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芳 你也有今天 你不是很厉害吗 还不是落在我手里 嗯 嗯 嗯 说什么 嗯嗯嗯 让他说话 哎 元阳 我可是吕文侯的女婿 你就不怕事情败露 吕文侯找你麻烦吗 你不是和那个吕青河的闹翻了吗 你一个小小脉货狼 李温侯怎么可能为了你出手 况且 只要我把你杀了 他就没有那些奇怪的兵器护甲 根本不是我父王的对手 我们迟早也要灭了他 我突然觉得你还是有脑子的妈 我突然觉得你还是挺会耍嘴皮子的 你那些美人 你不是很喜欢吗 我把他们都带来了 等你死了以后 我手下的那些兄弟们会好好地疼爱他的 这种事情你都让你手下代劳啊 我记得我打断你的不是第三条腿啊 说什么 还不是被你所赐 少主不要动怒 小心中了他的激将法 警方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说出军委 和其他物资的来路 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验验验验 验笑 我管你验什么 你看 那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你看看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不信啊 你 好 既然你由言不尽 来 把他绑起 看九九八十一道 千万别让他气死 到时候我要看你怎么跪下来 求我杀了你 动手 动手 你背叛我 你不是我放出去的人吗 你到底是谁啊 当然是我的亲亲夫人了 你们故意的 对了 不故意你怎么上钩呢 现在外面全都是我的护卫 你以为凭你们两个 也想赢我吗 你们放了少主 我放你们二人离开 今天的事情 一笔够销 一笔够销 我告诉你 我秦放这个人 从来不做亏本生意 况且我今天 我牺牲这么大 你不得 补偿补偿我 你想如何 大不了 鱼死亡破 算了算了 你这个人啊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这样 你只要赔偿我一个 精神此时费 精神此时费 何人抓我贤婿 贤婿 你没事吧 哎呀 贤婿失踪之后 我是心急如焚 也不能寐呀 过了 过了 岳父大人 清禾还在 清禾 你也被他们抓了 贤侄 你这是何意啊 为何害我的女儿女婿 你是疯了吗 你女儿的剑还指在我脖子上 这是谁要害谁呀 只允许你们动手 不准我们正当防卫吗 难不成 我还要伸着脖子 让你看啊 对对对 合情合理 正当防卫 李文侯 尔等这是合起伙来算计 少主带着诚意来 你们就这样对待少主 到时候主公发兵前来 你可别后悔 在我的地头上 带人抓我的人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诚意 你就不怕 我找袁总这老家伙 好好说的说的 对了 还有我女婿的那个精神损失费 损失费 对对对 精神损失费 我也一并找袁总 讨要回来 至于你们几个 既然觉得冤枉 那就辛苦你们 留下来接受调查吧 少主 你们少主 太虚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照顾啊 至少要等此事 调查到水落石出为止 莫要袁总那老家伙 白发人做黑发人呢 你们气神太甚 我们走 太虚了 说说 我们走 虚啊 眼相那个蠢货 丢失玉玺 还让我儿 双腿残废 简直最大恶极 主公 还是按照李文侯的条件 送去财帛 救出少主吧 扶持李文侯 他张口便想 娶我原始半数深奖 丈夫 王儿在他手中 不敢轻举妄动 可如何能随他心意 可少主 是您唯一血败 背后所需财帛 要一对精兵 亲自前往 还有 眼相所说 那个火狼 他竟敢设计陷害我 我定要将他 秦子碎十万断 你说 原种派人把书金送来之后 就报名休养了 传信之人说 原种最近几日 足以身体保养美容 一门些客 原种什么样的人 要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他一定会偷偷进来 转眼下去 封地内只留下守军 其他所有的部队 全部给我派到 披州城三十余里的地方 原地待命 看样子 曹某人的石韵来了呀 主公这部旗下的好吗 贤婿啊 此为何物啊 发电机 用来抓贼 那 这又是何用呢 太阳能监控 用来防贼 防贼 要抓贼的话 可不多派几个侍卫就行 侍卫有什么用啊 这玩意儿 配上电网 可以说是 悄无声息 瞬间置敌啊 如此神物 那我将军府可否 可以 拿银子来 说笑说笑 贤婿你啊 岳父 你啊 我倒是想亲眼看看 此物是如何抓贼 如何瞬间置敌的 会的 只是不知道第一个倒霉蛋 会是谁呢 无耻 那个吕温侯 竟敢真不放我出城 等我日后回了主南 定要派兵 踏平着皮州 少主少安无造 主公派的人 算算时 该到了皮城了呀 何人 没有我允许竟敢擅闯 何人 主公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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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腿啊 算是废了 我只知你腿脚受伤 吕温侯靠在城中 却不知你 伤劲如此严重 吕温侯啊 我定于你 事不良力 那个秦芳 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杀的秦芳 放心 今晚我就将那人的手机去回 报仇 说 飘儿 你在此等候 为父 稍后便将那秦方的手机 给你取出来 苏姐 我也要去 我要亲眼看着那秦方 被折磨死 才能解我心头之痕 好 亮哥也翻不出什么风了 可待会儿 就由你 亲自解决那种火了 好好 走 走 他真有火开眼 正好 让他们试验一下我的新装备 死愿 如此多水 主公 秦方诡计多端 纯事有诈 原相 我看你就是起人忧天 做事畏手畏畏 之后如何扶走我父亲程大师 是 好呀 搜 谁抓住秦方 重重有赏 是 不用搜了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你 就是秦方 幸会 幸会 夫人 我这么有名了 有嘴滑舌 你害我而双腿被废 今夜前来 就是要拿你的命来偿 是他非要跟我打赌 愿赌服输 可是他居然输不起 那我只好帮帮他了 分明就是你耍阴谋诡计害我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那天那么多人看着呢 哎 你那果头军师不也在吗 你 少耍嘴皮子 你最好自己出来 我还可以考虑 放过你夫人 否则 定让你二人尸骨存 哦 我好怕哦 哎 你现在人都到齐了吗 秦方 今日我父王派歇数 进兵前来对付你 算是给你添大的脸了 你最好给我出来 乖乖受死 听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既然人都到齐了 我就不再担心 有漏网之鱼了 父亲 父亲 军师 你们快起来啊 哎 忘了他做的是什么意思 不倒垫 父亲 真的是祸害一千年 他难道都死了吗 没有 我怎么会让他们死了呢 脏了我的院子 那可不好 走 父亲 父亲 爷家 你们快起来啊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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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起来啊 你们快起来啊 你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要素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高科技啊 你怎么就不学乖呢 好好的二世祖子当 非要往我的枪口子撞 你看 现在连你父亲都被你坑了吗 坑爹玩意儿 你胡说 外面是你使用的妖术 秦修 秦修 我听到你这边的动静 你没事吧 没事 就原要他爹过来偷袭我 被我放了 沈将军 快救我 你外后已经说的要放过我了 这个侵犯还要杀我 沈将军 快 快救我 你外后已经说的要放过我的 这个侵犯还要杀我 他们真的都是你杀的 我是那么残暴的人吗 晕过去了而已 这帮人 半夜三更跑过来想杀我 岂不如人被我放倒了 你来得正好 你把这些人给我带回去 交给我岳父大人 处理去吧 我也去 老婆 你就别去了 这事交给军师处理就行 你呀 跟我 咱该干嘛干嘛去 秦修 来吧老婆 这回没人打扰咱们了 主公 原种异性人 夜袭勤宅 除了原药 其余人 先全军俯博 死了 把消息给我散出去 不 先传递给汝南 然后再顺便 帮我把消息散到城里头去 是 贤轩 你那防贼神器 着实利润 原种带的精兵 连我都有所忌惮 没想到 汝费一兵一卒 竟然全部放倒 简直神了 小意思 这次是他们运气不好 刚好撞上 秦老板 我呀 还是小看你了 曹满 你怎么还在此处 你不怕我杀了 吕将军 你怕是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看热闹 你不怕引火上身 我城外有五万精兵 何惧之有 怎么 曹满 你想趁火打劫 没文化就是没文化 说话就是不好听 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你有这么好心 我跟你说 只要你归顺勇 我就和你合兵一处 攻打援军 呸 陈福于你 做你的春秋大梦 没文化 说话极其不好听 我还是比较欣赏 我们的秦老板 秦老板 你把玉玺交给我 我就饶你的性命 如何呀 哦 原来消息是你放出去的 行 不就是玉玺吗 你想要几个 上次那两个都送给你行不行 你唬得了原药 你唬不住我 玉玺呢 是必须要交到我手中的 因为你们拿着 根本就不配 我们不配 那你配啊 你 我家主公 世代公卿 身份尊贵 无神等这种草莽 见面可比的 我只知道 英雄才不问出处 你如果非要论身份 血统的话 在我们那边 好像只有 狗 他才论 你大胆 你辱骂我家主公是狗 我可没说啊 那是你自己说的 狂狂小玩意 好一个英雄不问出处 不管是否问不问出处 都应该是天命所归 这天命之人 一定是 有才有德的 德才兼备的 有识之识 不是那种 凶无点墨的 市井 皮肤 曹门 你不用寒沙摄影 不要以为自己会 送那么两手酸尸 就了不起 现在这世道 谁的拳头大 谁说了算 你想趁我打劫啊 我偏不如你的意 你奈我何 我不能如何 我明天就跟袁家军 合兵一处 打你的皮州 信不信 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今日杀了我 明日我就踏平你们皮州 有可不可 我怕告诉你 主公 吕将军 何必动怒呢 你文大斗不过我 不如试试兵法吧 如果你兵法能斗得过我 我曹满 也许能臣服于你啊 兵法 岳父大人 曹公既然想比兵法 那咱就跟他比一比 你 不比上一比 怎能让他心服口服呢 秦先生啊 你可知你那位岳父 无善无目 你以为会带兵打仗 就读兵法了 是 说笑 吕将军 得于私者 毁于私啊 我劝你早日归降我家出宫 不然 这皮州城的脸面 怕是要丢光了 显婿 这领兵打仗 为父还尚可 可是兵法 行啊 岳父大人 我什么时候说让你别 啊 有小婿在此 怎能让岳父受累呢 曹公 你应该不会嫌弃 我这个小小货 货郎代替我岳父 从你比上一比吧 放肆 区区一见货郎 怎可与我主共比啊 哎 你们不会是怕了吧 你曹蛮是不是 肚子里没墨水 不敢跟我比啊 你也不用用语言来计较老夫了 你要是跟我比的话 确实也不够资格不如 你搭上一条命吧 如何 你也不用用语言来计较老夫了 你要是跟我比的话 确实也不够资格不如 你搭上一条命吧 如何 那我就搭上我的性命 不过既然我的赌注都这么重了 那曹公 是否可以追加 一万两黄金 贤血 贤血 你只是个小小伙狼 又没上过战场 又不懂兵法 小心 这是曹蛮下的圈套 秦兄 主公说的是啊 其实事关重大 不能儿戏 哎 岳父 虽然我是没有读过兵法 可是就这种局 我赢他 绰绰有余 还请岳父大人 应允 这都撞枪口上 我还不减这个便宜 怎么对得起我九年义务教育 老家伙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兵法天花板 区区万金 我就陪你赌上一赌 不过吕将军呢 一直没有应允 你是 怕啦 我会怕你 比就比 秦老板 你既然觉得自己能必赢 那就你先来 让我等 开开眼界呀 没问题 不过 我只论一次 顾祖师 你以为 能说出什么惊世之言不成 千章万句 不外乎至人 而不至于人 我只论一次 千章万句 不外乎至人 而不至于人 善用兵者 无不正 无不齐 使敌莫测 顾正义胜 齐义胜 三君之士 只知其胜 莫知其所以胜 安能至世哉 兵不贵分 分则力寡 齐在素 兵之请主素 成人之不愚之道 为师力却 穷寇无追 兵无常事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谓之神 毕人之长 工人之短 剑指前尝 力在结束 知己知彼 兵家大药 至此 好 麒麟之才 也不为过呀 唐门 怎么 还继续比吗 秦放 你既然能做得出 如此精神骇俗的文章 你就绝对不会害怕 那袁家军 你今天当着 所有的士族 名望的面前 你是想 羞辱老夫吗 你别冤枉我 刚才我就已经说过了 我这次一定会赢 你自己信哪 为何 为何 来人 你 你竟然没死 妈 我没死 你很失望啊 草门 我竟不知你有如此狼子野心 挑起一切事端算局 想所受渔翁之力 嘿 想都别想 在我十万大军一到 我最先灭你草门 哼 你个老匹夫 你以为我怕你啊 我告诉你 我手上也有万精兵 早就鹿死谁手 谁曾可知 草门 你既属于我 我就是你的主公 打语不打 你说的不算 放你的屁 我输的是秦芳 我又没输给你 我的万精送给他 我绝对不会缠火于你 你这是想耍赖了 怎么了 我只是实验不好 因为你身边有这个秦芳 如果没有他 你早就被我逼死在平常 你还有今日 我非 我就知道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不如咱们现在再打过 看我能不能打得你 连你娘亲都不认得你 我打得连你妈也认不出你 不行 我算给予我 你 你让我 亲自灭他 行 还算给予我 亲自灭他 你试试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你们现在所 剩的粮草 都打几天 不难复述 根本无需有此烦扰 是是是 你有钱 没错 可我听说你们汝南 这个赋税繁重 成功的百姓宁愿迁去 反之地 都不愿在你们汝南多待一天 你就算有钱 你招得了四兵吗 无忌之态 你爱信不信 当今天下 诸侯割据 你们三方在这打得不可开交 那这个时候 其他诸侯趁机介入 你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你 我的意思是 你们现在都各有所 倒不如大家一起 协议休战都合作 赚钱 我呢 准备打造一个 胡叶城 什么玩意儿 就是老百姓的六九同城 士大夫的销金之地 学学 这销金会所 我且知道 这说的六九同城 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反正你们只需要知道 只要这不夜城开起来 日入千金 那都是洒洒水的了 真小 吃饭吃饭吃饭 这么好 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 主公是个葡萄吧 女皇心脏病 方式的确疼啊 主公 差不多得了 该我了 陈公你能不能快点 烂牌 二条 胡辣 来 女前 这屁上会所 简直是伤风百俗 让梁家女子穿什么黑色 这是成和梯统吗 先生 我看你也没少看 还有足疗按摩 全身死胖 这斯文扫地 我开了 下肉吧 走走走 来来来 走走走 来来来 主公 哎呀 贤婿啊 不光不夜城是个金科的 不得改成的衣裳会所 团团几日也日入千景 去月底分红的时候 我不得分好几万呢 可能不止还能再进 好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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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恭喜吕将军 秦老板大赚特赚啊 哎呀哪有哪有哪有 哎呀我们的小生意 在我贤婿的谋划下 不过才愿入万计 哎呀别人 看不上看不上 李将军啊 我们不已经是快马加鞭赶过来 商量一下加盟的事 秦老板给个机会啊 原来如此啊 倒也不是不行 谢谢秦老板 那员工 你此次前来也是为了此事 曹满都愿意加入 麻烦是看上那个斯巴的人气了吧 我可听说 你充了几万斤的贵员卡 你可以 你是过来商讨加盟的事 你干嘛接我的团呢 你要不要加盟你就走 你和李温侯都加盟了 我要是再不加盟 做上儿等密谋 岂不是防不胜防 区区万计原谋 输得起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么多的金银财宝 发财了 发财了 跟着我一起赚大钱 比打仗有意思 曹总 李总 以后咱们 打了吧 不打了 以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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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你在想什么呢 想不想 去我老家 想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你老家 应该 挺神秘 挺美吧 没 明天就带你去 那个叫秦放的小子 又出现了 是的 周少 我经常看见他 从老街出来 总拎着一包东西 兴高惨烈地进了金银财公司 知道包里装的什么吗 我是真不知道啊 周少 秦放只是让我 包约一货而已啊 好 等等等等 等等 我消息来了 有意思 我好像听说 他拿着 古董 卖给金总 每次他得拿挺大一袋 他是随意装的 所以之前 我不敢确认的 古 他一个贱卖货的 哪来得古的是啊 反正呢 他每次从老街出来 就有了 应该是祖传吧 谁说啊 不可能 我跟秦放在一起那么紧 他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祖传的古董 肯定是偷的 老千那边一记中毒 难不成真让他挖到宝 何人去讨厅下 他卖给金丽杰的东西 其他人 都去老街给我搜 挖第三只 一尖一尖的搜 一定要把他的宝 给我挖出来 是 这也太漂亮了 这是哪来的 有仙女 今天也没人说 有仙女要下凡到我们老街 啊 夫君 你同乡的人都好直接 从来没有被这么夸过 我不好意思哦 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 他们是觉得你漂亮 就没见过你这么漂亮 穿越之前 我哪有搂着一个大美人 逛逛的机会 让他们去看吧 眼珠子瞪出来 也摸不到 对了老婆 这个是手机 这是我们这儿的通信设备 这个是我的号码 打这个就能联系到我 这个是神器吗 我也能有吗 你说我老婆 什么神器都值得拥有 还有这个 是我们这儿的货币 什么都能买 拿着 当当当当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给你戴上 送给你了 一会儿呢 我还有点事 你就在这附近逛一逛 看上什么就买什么 但你不许走远 顶着 有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放心吧 我不会乱跑的 我在这里等你 好 哎呦 秦兄弟啊 每次这么好的宝贝 你就这么随意地背过来 如果下次啊 再有这么好的宝贝 你要不方便的话 亲自去拿 那倒不用啊 下次我注意 秦兄弟 这个周明 这段时间 是不是一直在找你的麻烦呀 没有啊 我可听我手下的人说了 这些周家的人啊 四处在找你呢 具体说 是应该找你祖传的宝藏库才是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别为他们狠狠地载一把 而且这次金总 就被他们周家父子算下了 你接着说 是周家父子周明 没错 金总砸了大半身价 买了一个假的创工玉器 这次烧选贵 金总怕是急不在下 所以 也想请你帮帮忙 想想办法 你接着说 周明的父亲 周大海 基于商会会长的位置 很久了 而你上次摆了周明一道 他一直怀和在心 所以 他便怂恿周大海 买同专家 给金总下了套 这个周明还真是死性不改 等等 你刚刚说 金总买的假货是传国玉洗 那可真是太巧了 周上 陈勇都被你给干废了 以后我们就跟您混了 对 跟着周手 吃笑的喝辣的 行 没问题 就是这条街 你们挖地三尺 也要把秦放的宝 给我挖出来 是 哎 美女 美女 哪呢 哪呢 关你们什么事 搜 是 干什么去啊 回家去吧 美人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原药 你怎么会在这 原药 你认错人了 不过我好喜欢你的搭讪方式 周上 我跟他只是朋友 你别多想 你别忘了你的正事 我的正事就是要跟这个美女约会呀 你不是要找秦芳的宝藏吗 秦芳 你们也认识秦芳 你也认识秦芳 她是你什么人啊 她 是我的夫君 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呀 喜欢那个没用 关你什么事 这么说来 你们跟夫君 并不是吧 喂 夫君 我遇到了灯图子 应该怎么办 秦芳 真是踏破铁蝎 无觅处 你们别乱来啊 老婆 老婆 你等我啊 你在股下等我 我马上过来 秦总 我去去就来 哎 秦兄弟 需不需要帮忙啊 不行啊 不行啊 好香啊 要不要一起 喝火 小丫头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敢动我 对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敢惹周氏集团 你不要命了 周氏集团 那是谁 我不知道 不过他想拿这个手碰我 那我就把这手碰 给我留下 哎 可以了 老婆 老婆 可以了 夫君 你来了 我看这个灯图子 他不是你的朋友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就帮你解决了一下 解决的好啊 解决的非常好 秦芳 你的人 动了周氏 周氏集团是不会放过你的 秦芳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夫君 看来还是得斩草除根 等我一下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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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周上 你说这秦芳 从哪认识的这么厉害一野女人 哎 我跟你说话呢 要不是你我早把他拿下 你有多远滚多远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来了 秦总 我以为您不敢来了 走吧 这次是专程前来 提前祝贺我的 周大海 未免也高兴得太早了吧 这不到最后 还不知道 录死谁手了 还嘴硬 我告诉你 金利贤 这次我们带来的 是至尊流离网 传说从三国时期 中原传到岛国的 驾驶连城 应定了 当时你 之前不是说 我们周家没有资格跟你谈脸面吗 从今天起 你的脸面 就被我们周家踩在脚下 周大海 你这是养了个儿子呀 还是养了一条狗啊 劝你一句 最后拿狗绳 给他拴好了 别到最后闯了大祸 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你 先让他摆摆架子 你怎么待会儿 没机会 放心 你们周家 被金总踩在脚下的日子 还长着呢 你们周家 被金总踩在脚下的日子 还长着呢 哎呀 秦老弟 你可算是来了 我听说 今年的商会会长 您肯定当选 所以我特地前来祝福 哎呀 你是听谁说的呀 这道贺的话 你往后放一放 秦老弟啊 以后老哥可就仰仗你了 来 先坐吧 你就是秦方啊 不然呢 没想到你还真有点本事啊 居然将金力结片的团团转 像这样的影集商会 都帮你带来了 多谢夸奖 我记住你了 林胖 别得意 从今天开始 你的靠神就不好使了 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 我等着 看咱们谁收拾谁 今日云城商会选举大会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 规矩不变 带来藏品价值最高者 当选为本届会长 本次特地邀请到 古董界界卯卯大师庄老 为子嗣评判 居然把庄老给请来了 看来这次有很多了不起的宝贝啊 第一件 李家藏品 欲如意 质地纯正 盈润 看起来 倒像是个不可多得的家品 但是年代太近 最多也不过百年 这种东西 不好意思拿出来 让我给签订 哼 拿走拿走 接下来 陆家藏品 至尊琉璃碗 此碗 虽年代久远 但是 仍然流光溢彩 看上去 倒像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 但是 当时的琉璃制作工艺 还没有这么先进 老婆 你快看那个碗 那不是 你当时带到我府上 给我小狗喂水的水盆吗 你说什么 你嚣张什么 那不就是个狗盆吗 一个穷屌丝 你懂什么 竟然在这一大放厥词 是是是是是 你懂 你最懂 不过话说回来 那个狗盆啊 跟周家这福子挺大的 周死 年轻人 你可嚣张了 光会耍醉皮子有什么用啊 有本事拿真东西出来说话 否则 小亲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就不需要您操心 况且东西 金总不早就已经带了 难道传国玉玺 还比不上你们周家一个狗盆吗 传国玉玺 现在这里谁不知道 金总花了大半个身家 买了个假玉玺 你还在装什么 我就看看你今天怎么死的 金总花了大半个身家 买了个假玉玺 你还在装什么 我就看看你今天怎么死的 是真是假 你怎么知道呢 万一是真的呢 金老弟 你别说了 那玉玺是假的 都怪我大义 上了这周氏父子的当了 金总 现在鉴定结果还没出来 谁知道是真是假 万一它就是真的呢 好 那我今天就看看 你们拿出个什么玉玺 让你死的明明白白的 下一件是金总的藏品 传国玉玺 我说金总 要不趁着网装还没验干 跟把这几个玉玺拿回去 审得丢人献一眼 金利杰 我周大海也不是赶紧杀绝职 在当选会长之后 我不会立马将女主伤毁 只想点 你自己 能够吧 你们是真不要脸 现在玉玺还没有鉴定 你就在这大放厥词 你们周家的吃相 是不是太难看了点 我看你还真是 紫鸭子 你还真当你拿的玉玺是真的 就你这德系 你清楚真玉玺长什么样吗 那当然比你清楚了 至少造假 都造得不像个样 你 你说什么 胡说八道 好 既然这么有自信 今天就让老庄艳艳 如果你这玉玺是假的 我让你秦放 还有金利杰 跪下立刻给我道歉 好啊 但如果这个玉玺 它是真的 我赌整个州市集团 我赌整个州市集团 你还不够分量 我要他一起 秦放 你好大的胆 好啊 我同意 我倒要看看 怎么把这枪 说成是真的 这个玉玺 有瑕疵 听见了吧 秦放 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我说过 玉玺是真的 专家都说是假的 你还向底了 哎 恰恰正是这个瑕疵 才证明了 此物就是那个失踪多年的传国玉玺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够见到这块 失踪多年的传国玉玺呀 小伙子 小伙子 谢谢你 让我这辈子能够见到传国玉玺 此生无憾了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 联合钱 坑我周家 我倒是做出一个假意 闭嘴 你赢得了 破 滚 区区一个周家 还不值得我拉下脸来骗你们 既然不相信我 庄某 那以后你们周家的所有物件 我一见也不碰 哈哈 秦小兄弟啊 以后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直接上门去找我 今天 我先告辞 秦发 这个狗腿 再敢侮辱我夫君 我就卸了你的下腹 秦发 这个狗腿 再敢侮辱我夫君 我就卸了你的下腹 狗东西 恐怕有一点你没有搞清楚 秦老弟从来都没有巴结过我 而是我一直在巴结秦老 今天的传国玉器 也是秦老弟拿过来为我救场的 哼 你 你 你们 都好好看看 今天拿过来的所有东西 都是老子卖给你们的 而这些东西 都是秦老弟随手拿出来的 所以啊 今天这个商会会长 非我秦老弟 莫属 不可能 徐教授他就是个卖货的 怎么可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七十珍宝 你们都被骗啊 你就是个骗子 你没听说过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吗 我之前是潦倒 可谁又能保证我一辈子穷困潦倒呢 行了 今天是你们运气好 来日方长 我们走着瞧 等等 等等 你是老糊涂了 还是记忆力不好啊 啊 刚才是谁说的 赌输了以后 要交出周家的全部 大家伙可全都听见了 金利杰 你一个赌约 就想要我整个周家 欺人太甚了吧 怎么了 刘大 你想耍赖吧 告诉我 今天再做了 可是全云城的商业翘楚 出尔反尔 不讲信誉 以后我看在云城怎么立足 秦放 你该死 不整机型的东西 再有下子 你就拿你的小命来赔礼道歉吧 金利杰 居然敢公然伤人 要让保安队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那就不劳烦你周大喊了 保安马上就 你的儿子涉嫌商业诈骗 偷税漏税 仿照文伙 恕罪并法 我怕是要把那不认机给踩碎了吧 啊 哈哈哈哈 秦老弟 那我就预祝你 成为下一任的商会会长 哎呦 金总 您就别打去我了 我哪有资格呀 你要是没有资格 那在座的谁有资格呀 还是你当吧 哎 你当你当 你当 你当吧 你当 哈哈哈哈 别推死了 夫君 那个金总推荐你做商会会长 你为什么不愿意啊 老婆 你觉得你夫君适合做商会会长吗 我夫君 神秘莫测 盖世无双 做什么都合适 那 要是做皇帝呢 夫君 你还是莫要乱说 担心老天爷会降罪于你 哎 是啊 我若是当了这个商会会长 我就会去想当诸侯 我若是当了诸侯 那我就会去想当皇帝 虽然说以我这个财力 这些都唾手可得 可就算我得到了这天下 恐怕连你父母 都会烦我 那我还不如就这样 安安静静的 和你一起好好生活 好 夫君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去做什么 你去哪呢 那我就陪着你去哪 好 我们去挣好多好多的钱 然后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我还在这边运了很多的现代两种 还带了很多的技术 我们到那边去种田 让那边没有饿死 让那些人把我们都供起来 好不好 嗯 那我们现在就去实现 心中那些小理想 好 谁让咱们有一个 能穿梭两界的传送门呢 走 走 嗯 门 门呢 那不是门吗 不是 我说的是墙 墙 那不是墙吗 完了 不 平安 inal 梦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